口罩擋得了病毒 卻擋不了萬惡的紫外線 2021年超強口碑開架防曬總整理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想不到在家工作已經快要兩個月了耶 季節也從春天到了夏天 夏天你們知道要幹嘛嗎? 最重要是防曬 你不要以為你不出門 就不防曬喔 因為有的人如果在家裡開會會接近窗邊 這樣子光線比較好 其實窗邊的紫外線超大的 或者是你只是短暫出門才買 就不用防曬 也不行喔 所以現在防曬品絕對是防疫品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必備物資 根據2019年台灣女生的防曬大調查 居然只有四分之一的女生在用防曬乳 他們可能只是擦了有防曬細數的粉底 或者是有防曬細數的日霜 就以為已經做好了防曬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好防曬 我建議你就是直接選擇防曬乳來擦 防曬要一直不擦很麻煩 那你就是先用防曬乳擦打底 再加上後續的一些其他的 PLUS的防曬的一些底妝 這樣子其實是最萬無一失的喔 阿里高效防曬水泥乳N 其實每年夏天啊 我最期待收到的就是阿里的防曬乳 我每次收到他們家防曬乳啊 就是放到包包裡面慢慢用 因為防曬乳我是用得很兇 那他們其實阿里的防曬 其實也是日系防曬的代表 我最常用的就是這一款 那這一款他其實是 他的英文其實是UV Gel 之前阿我在我的影片上有介紹過 最近日本有很多很多的質地 他們都叫做Gel Gel就是凝膠的意思 凝膠大家會想說 欸是透明的嗎很清爽 那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技術很厲害啦 就是他擠出來阿 其實看起來他是白色的 他並不是透明的 可是他擦起來的質感 就像是擦凝膠一樣 就是有種冰冰涼涼 然後你看他從白色 立刻變成透明的 一個保護薄膜 那我覺得擦這個就是真的 就是他很清爽不會很油膩 而且不會泛白 只要流汗啊也不容易掉 然後因為他有很好的 抗水跟抗汗的一個技術 那阿里的這一款防曬水凝乳啊 他其實是 臉跟身體都可以同時使用的 因為他擦臉其實也不會覺得很油膩 然後他也可以擦身體 讓我不會覺得說 臉要選一個 身體要選一個很麻煩 如果我是單純要去運動 因為運動我就真的不會化妝 我就是一瓶擦到底 那如果我是去 有一些比較稍微正式的場合 想要讓自己的氣色比較好 我就會讓他 在我的臉上打完底之後 我再上一些可能是 試色的試底乳 或者是 粉底液 這樣會讓我的氣色更好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啊 就是我已經擦了防曬乳 可是 我的包包 或者是我的衣服 就會常常會就是 出現白白的 想說奇怪 為什麼我的防曬品 會讓我的包包就是變成油油的 然後會有一層膜 然後其實你好像也很難清很難擦 那甚至上衣服 也是會碰到防曬乳 只是因為防曬乳裡面啊 它有一個紫外線的防禦劑 它沾染到你的衣服跟包包了 那阿里爾這款防曬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它添加了一個很新的技術 叫做抗摩擦的技術 它把一些抗摩擦的成分 放到這個紫外線的防禦劑裡面 這樣子讓紫外線劑的那個 鼻子之間的連結度就很高 所以它在用完之後呢 它就不容易附著在你的衣服上 或者是包包上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 擦完之後 就是它真的扎扎實實在你的皮膚上面 不會沾染到別的地方 所以防曬效果很好 而且 這個也可以讓你減少一直不斷補擦防曬乳的一個次數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那這一瓶它其實裡面加了一個保濕的玻尿酸 所以讓你擦完的時候 皮膚也會長久保持濕潤 不會覺得很乾燥 那它也非常好卸除 你其實只要利用簡單的洗面乳啊 肥皂 或者是沐浴乳就可以清洗乾淨囉 所以它是一個夏天很好的防曬選擇 順帶一提的是啊 我想說很多女生到了夏天啊 最討厭那種流汗的感覺 因為流汗會黏滴滴 而且會有一點點就是 汗味 所以呢我要推薦一款 就是也是阿力 他們這個燦爛光澤肌 它裡面添加了就是淡淡的檸檬香味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啊 其實會有一點點 淡淡的檸檬味 就是會去除你那個就是不好聞的汗臭味 另外呀 它裡面還加了薄荷唇 薄荷唇是我就是本人夏天必備的產品 因為就是 如果常常頭骨腦脹就擦一下破喉很清涼很舒服 那它擦在肌膚上一樣就是 非常的有涼感 它擦在肌膚上呢 會有點就是微涼的效果 就是很舒服 那這個一樣是 臉跟身體都能用 如果你擦在臉上啊 它其實會有一點點霧面的效果 所以你的皮膚也會透露出一點點就是 燦爛的光澤效果 也是一個防曬很好的選擇 曼秀雷敦極效水感防曬精華 它其實也是 臉跟身體 跟妝前都能使用的 那它是今年推出的一個專門針對 戶外的 耐水耐汗的戶外專用版本 如果你是很喜歡登山啊 或者是露營 或者是健走慢跑 真的很適合它 那這一款其實它擦起來也是很水潤 而且呢 因為很多人就是在戶外運動 常常一直流汗 叫一直補叉 那有的時候流汗流下來 就會是那種牛奶汗 就是夾雜著防曬乳 一起流下來了 那這一款不會 因為呀 它增加了一種技術叫做光耐久的技術 就是它利用一種特殊的技型 把防曬的成分 全部都包裹在裡面 然後呢 就這樣子外線一直照一直照 它就不容易被破壞 所以它的耐久跟耐汗 跟持久的效果非常好 它提出來的就是乳白色 然後一擦 其實你看 立刻就變成透明 所以它其實也是 很好就被肌膚吸收了 那當然如果你在戶外運動久了 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被陽光一直這樣曬 都很快就曬傷曬老 那它這裡面啊 其實也是增加了一些保濕的一些成分 像是 玻尿酸啊 玻尿酸鈉呀 水解的膠原蛋白 還有氨基酸 這四重的他們家明星的保濕成分 所以讓你在戶外運動久了 可以保持很好的防曬效果 以及保濕效果 像我一直提到啊 其實選防曬就是選擇 防曬乳來擦是最有效的 那現在有很多防曬乳 它是增加了潤色的效果 就是它plus 有增加一些可以讓你的氣色 可以修飾的更好的效果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 其實擦臉部的防曬 到底要擦多少量才足夠 其實之前皮膚科醫師曾經跟我講啊 就是 一平方公分的皮膚 大概要擦到兩毫克的量 一張成人的臉 一次大概用到1到1.5公克 那如果以這些臉部的產品 平均都是30克或者是40克的包裝 大概一瓶 用一個月就差不多了 那我接下來要介紹 有潤色效果的防曬乳 可以讓你拿下口罩之後 臉還是有像濾鏡一樣的 漂亮美肌效果喔 阿里濾鏡調色UV防護乳 除了我剛介紹的臉跟身體 妝前都能使用的 還有這種出臉部專用的防曬乳 而且它的特色是 可以讓你的肌膚像打過濾鏡般的美肌效果 像我最近才在家工作 每次要開視訊會議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 就是靠近窗邊的位置 因為靠近窗邊有自然光會比較漂亮 然後呢再擦上這個 UV的這個有點淡紫色的一個防曬乳 它會讓你的氣色變得很好 好像上妝一樣 那像我的皮膚啊 就是比較是屬於混合型偏油 就是常常在視訊的那個鏡頭一打開 就有點油光滿臉的樣子 那擦了它之後啊 皮膚就會白一個色階 然後毛細孔比較不明顯 它又可以控制那個皮脂出油 所以我的皮膚就會有點 呈現半霧面狀的那種霧乾紗的質地 好像化完妝一樣 其實沒有我只是擦了防曬 這個是紫色嘛 那另外還有一個杏桃色 那杏桃色可以就是 遮你的黑眼圈也可以提亮你的膚色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你是在尋找那種臉部的純防曬品 我真的很推薦阿里這一支 像這一支它擠出來是有一點點淡淡的 就是粉紫色 那它擦在肌膚上面啊 我覺得就是皮膚真的可以白一個色階 像我真的就是 皮膚稍微暗沉一下擦完它 皮膚整個色階會提亮起來 而且你的毛細孔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那皮膚的質感啊 就是會從比較油光滿臉 變成就是有點半霧面的污乾紗質地 水仙奇蹟BB霜 唇防護乳啊還加上潤色效果的 我要推薦今年剛升級的 Naruko的這個水仙奇蹟的BB霜 那這個啊其實是我的好朋友 女兒老師 他產品裡面很經典也很熱賣的 那他是介於現在就是環保議題非常的高漲嘛 所以他特別加入了海洋友善成分 不會破壞相互的生態 那這一支紫色 擠出來其實是紫色的一個BB霜 他其實是專門針對敏感型的肌膚一個提供很好的純物理性的防曬 因為他裡面添加了很安全的二氧化鈦跟氧化氫 以及他明星的水仙球精的成分 以及就是現在最夯的益生菌的成分 對於提升我們肌膚的耐受度跟保護力是非常好的 那淡紫色的這個 是屬於礦物型的粉末 那你知道敏感性的肌膚最好用的就是這種礦物型的粉末 淡淡的紫色它其實擦在肌膚上面立刻會讓我們的皮膚就是 毛細孔比較不明顯 而且瞬間會提亮你的皮膚 今年夏天就是想要有潤色效果 又有很好的一個防曬效果的一個臉部的BB霜 Dark Wu超完美保濕滴滴霜 那我自己比較驚豔的是它擠出來啊 其實就是一般的膚色 它的那個效果 擦起來效果很像在擦粉底液一樣 那它實際上的修飾效果非常好 跟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就是只是單純試色 或者是透明的防曬乳 差別很大 因為它就是滴滴霜嘛 它這一支啊其實也號稱就是視訊神器 就是如果你就是也是常常宅在家裡開會 你在開會之前擦這一支也可以讓你氣色變得超好 那它因為是滴滴霜它也標榜的五合一 那有哪五個呢 就是它有防曬、隔離、修飾、遮瑕 還有它運用它就是Dark Wu品牌裡面 最明星的保濕的玻尿酸成分 所以一次可以讓你有五種效果 ZA美白防曬霜 那這一支ZA的美白防曬霜其實是熱銷15年了 也是他們品牌最厲害的 就是回購王 它不但是純防曬啊 它裡面還增加了 維他命C跟維他命E 所以它就是品名叫做美白的防曬霜 那維他命C大家都知道 就是對美白肌膚非常好 當你的皮膚曬過太陽之後 就會誘導一些黑色素的啟動嘛 它就可以還原黑色素 越曬越不容易曬黑喔 那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地方是 它其實擦在皮膚上面的質地非常的細滑 很快就吸收了 然後呢重點是它可以在肌膚上呈現出一種 珍珠的自然光澤 我覺得如果是喜歡比較素顏的人 不喜歡有一些試色效果 選這個經典的這個美白防曬霜 是不錯的一個 很好的防曬的保護 以上就是我介紹今年夏天開架防曬的口碑好物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